齐先生和郭女士 他们在遇到彼此之前 各自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而他们在相识相恋之后 又分分合合 在短短八年时间 经历了两次结婚离婚 到现在也还是 揪揪缠缠 剪不断理还乱 可能两个人 还是有一些 情节没打开吧 分合也搞了几回了 毕竟年纪那么大了嘛 离婚感觉很不值的感觉 齐先生直言 自己还想复婚 跟郭女士接着过 然而对于要不要第三次复婚 郭女士却十分有疑 一方面是一位 齐先生对他缺乏信任 一再猜疑 认为他前后两次结婚 都掺杂了利益的算计 第一次是为了分得房屋征收款 打结婚 他就是说 我可以分得一份征收款 因为这个原因是结婚 第二次是看中了 齐先生涨了三千块钱工资 如果是说 你当年这个正式退休以后 退休工资还是两千块的话 估计就不会打成 现在讲这有点 这些落差比较大嘛 什么落差 看感觉不是看得住 我说什么 看什么看得住 看钱 面对齐先生的指责 郭女士将一切都归咎于 是齐先生敏感多疑 心态出了问题 去年齐先生查出许多病症之后 郭女士再次提出离婚 更是把他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郭女士坦诚 她提离婚 还有很多原因 在今天的节目中 郭女士将向我们痛斥 她之所以两次结婚 又两次离婚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 她在齐先生身上 找不到安全感 这不仅仅是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 齐先生不重视她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 齐先生在对待感情上 总是心圆一马 三心二意 还有一个方面 跟她前妻拎不亲 郭女士指出 齐先生对前妻 不仅生活上关怀备至 过年的时候 买一头羊 她就分一半 分半只给她前妻加压 她觉得这舒适好 她也要送一些给她前妻家去 就好像她还是有两个家一样的 在经济上 齐先生也听从前妻摆布 任由前妻 为所欲为 她前妻就安排她 你还要出几万几万 她就出了 过几天 她前妻又安排她 你再出几万几万 她又出了 就是她前妻 在操纵她 那么 事实是否如此呢 面对郭女士的控诉 齐先生将如何应对 现场又发生了什么 让郭女士也红了眼眶 直言 自己也舍不得放不下呢 站在第三次复婚的路口 她最终会如何抉择呢 将近卫视金牌调节 算计和防备下集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